第801章 监视 怎么了 石头 没追踪到吗 彩儿开口问道 那两人看来对此早有防备 似乎用了什么手段 神识探查到的痕迹很是模糊 我也只能判断出大致方位 石木略意沉吟 如此说道 俺就说 那鬃毛猴子怎么那么蠢 被人跟踪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 彩儿嘖嘖说道 走吧 再离远一点 我恐怕也就感知不到了 说吧 石木手掌一挥 换出龙语飞车 带着彩儿腾空而起 将飞车速度催动到极致 朝着偏北方向 急迟而去 刚才那座传送宫殿 位于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之中 出城向偏北方向不过百里 便是一片茂密的原始丛林 石木的身影 从这片原始丛林上空飞过 目光四下扫动几番 就发现这一星球上灵力颇为稀薄 基本上与蓝海星相差无几 山林中也现有中阶以上的灵雾异兽出没 这让石木不禁有些疑惑 当年作为八荒古族之首的弥天巨猿一族 怎会栖息在这种星球上 又飞行了约莫一刻钟 石木就看到遥远的天边 出现了两道紫色影子 正是那两人 石木双眼之中金芒一闪 陵木神通发动 就见那两人身前石树里的天空中 身披黑色斗篷的棕原 也正驾驭着一夜缩行非洲 快速飞驰着 再向北飞行了大约三个时辰 石木发现 下方的森林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疏 地表之上 被大片裸露的褐色岩石所取代 显得愈发荒芜 由于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石木也不得不减慢了速度 将距离再度拉大许多 只凭着陵木神通 来追踪宗原他们的行踪 隔了不多久 石木就看到 前面那两个紫袍中年人的速度 明显减缓了 而更远处的宗原 则正朝着地面上的一处褐色山谷 降落了下去 山谷内的情形 石木无法看到 于是微微转头 朝肩膀上的彩儿说道 彩儿 彩儿本有些昏昏欲睡 文言立刻精神一阵 笑嘻嘻地说道 说吧 齐双找猛的一蹬石木尖头 双翼一展 便凌空而起 朝着山谷那边飞去 没过多久 石木便绝眼中 一点金光迅速扩大 另一幕场景 在脑海中清晰而现 有了彩儿共享视野 他便也不急于赶过去 干脆停了下来 闭目仔细感受 彩儿双目传送过来的画面 只见那宗原降落下去后 却没有急于进入山谷内 而是站在谷口处等了片刻 不时回头 东张西望 眼神戒备 不一会儿 山谷里走出六名 同样穿着深色斗篷的 弥天巨猿族人 与那宗原交谈了几句 带着他一同朝山谷里面 走了进去 山谷最深处 是一面光滑如镜的褐色石壁 这七名弥天巨猿族人 走到石壁前方后 停了下来 只见那宗原走到褐色石壁前方 呼得一台手臂 宽厚的手掌 便从斗篷下伸了出来 其上一阵光芒流转 手心中 很快便凝出了一滴烟红的金血 宗原手掌一番 向前递出 手心中的金血 便被其暗在了石壁之上 只听翁的一声轻响 一阵强烈的灵力波动 立即从山谷之中传了出来 那道光滑石壁上突然一沉 凹陷着显现出一道道复杂的纹路 互相交织成一个个古怪图案 并从中映出耀眼的红色光芒 伴随着那道红光越来越盛 石壁上的这些红色图案 一个模糊下 骤然灵光大盛 再迅速连去 原本的光滑石壁上 显现出一条隐秘通道来 那宗原见通道已显 便抬不朝通道内走了进去 片刻之后 那道红光逐渐收敛 那条通道则重新消失不见 便回了原来的石壁模样 宗原离开后 另外六名弥天巨猿族人 则互望一眼 一言不发地 朝山谷各处分散开来 隐秘了起来 之前跟踪宗原的那两名紫袍中年人 在暗中又潜伏了一阵后 竟也没有做出什么异动 方向一转 朝着山谷东侧飞走了 采儿又在山谷上空盘旋了两圈 剑下方风平浪静 犹如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便飞回了石墓尖头 石头 这宗毛猴子进去了 追踪的人也走了 咱们怎么办 采儿开口问道 石墓沉吟了片刻后 说道 我刚刚观察了一下这两个紫袍中年人 他们在看到那六名巨猿族人出来 乃至秘密通道的出现 眼中都没有露出丝毫一色 似乎对这里的情况早就已经摸透了 应该不是第一次跟踪监视剧园族人 走 我们先跟上去看看 说吧 石墓手掌一挥 龙羽飞车方向一转 朝着山谷东侧急迟而去 向东飞行了柏鱼里 石墓带着采儿呼得向下落去 进入了一片茂密的原始丛林中 之前的两人便是从这里进入了山林中 石墓以明水绝掩去自身气息 带着采儿寻着那两人行走过的踪迹 一路朝密林深处追踪而去 在密林中穿行了约莫半个时辰 石墓从一层茂密的灌木中挤出身来 就看到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片宽敞的空地 空地上有一座原木搭建的房子 足有十余丈高 看起来十分粗犯原始 在房屋周围 还镌刻着一道道封锁气息的隐匿法阵 使得这座房子除非足够靠近 否则根本难以被人发现 石墓正打算再稍微靠近一点 好打探房屋内的情况时 就听到木屋里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还和之前一样 只是去采购了些寻常灵财和器物吗 紧接着 一个古铜肤色 身高十丈的古蛮族大汉 便从木屋里走了出来 其身上气息十分强盛 竟乃是一名圣阶中期强者 数名身着长袍的人紧随他之后 也走了出来 而那两名身着紫袍的中年男子也在其中 其中一人冲到古蛮族大汉 恭敬地鞠了一躬 开口说道 启禀满兜大人 他们采购的种类和数量 都和之前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属下认为 只是日常外出采购 嗯 与里面传出来的描述 基本一致 不过话虽如此 逆灯也不可掉以轻心 要继续密切注意者 一旦有任何反常之举 都要立即禀报 那名为满兜的古蛮族大汉吩咐道 属下遵命 众人齐声应道 满兜大人 请恕属下斗胆问上一句 不知上面计划什么时候动手 一名身着紧身长裙的妖娆美妇 身子贴向满兜 开口问道 满兜听罢 目光顿时一寒 垂目冷眼看着他怒斥道 这是你该问的吗 那名妖娆美妇听完 面色顿时一僵 立即贵妇着连声说道 属下之错 满兜大人 他也是急于为不足立功 还请大人见谅 一名身着阑珊 面容阴沉的青年男子 冲其一拱手 请求道 满兜似乎对此人颇为看中 听了他的话 面色果然缓和了几分 我也知道 这灵兰心上灵力稀薄 你们在这里一待就是十数年 早已经有些厌烦了 弥天巨猿一族 并非铁板一块 攻破它们并不难 之所以留它们到现在 是上面的意思 不过据我所知 近期上面的计划 已经在逐步进行了 届时 族中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满兜略一成瘾 这般说道 众人听了 面上顿时露出欣喜之色 这一戏话听下来 时目虽然没有听到太多有用信息 却也明白过来 这弥天巨猿一族 竟然早已经落入了天庭监视中 而古蛮族之所以暗兵不动 想来是天庭方面 对弥天巨猿一族 还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 这对时目来说 绝对算不上好事 一念即此 时目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利色 彩儿 你先去找个地方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来 时目对彩儿说道 好嘞 石头 你小心点 万一打不过了 就叫俺 彩儿瞅了一眼时目 开口说道 时目听罢一愣 疑惑问道 叫你干嘛 你跟俺说一声 俺好提前跑路啊 彩儿一本正经道 时目又好气又好笑 冲其一番白眼 彩儿扑扔着翅膀高飞而起 然而才刚一飞上半空 便突然开口叫道 石头小心 时目默然一惊 连忙回头 就见 一只长满绒毛的巨大拳头 已经当头砸了下来 他也来不及细究 此人是如何翘无声息接近他的 只得匆忙回身朝前地上一拳 只见其右拳之上金光闪烁 猛然砸在了那只巨拳之上 轰隆一声巨响 时目只感到一股巨力袭来 整个人便倒飞了出去 与他迎拳相机的人身高丈许 身上长满了青色棕毛 竟赫然乃是一名弥天巨猿 而刚才一击 那青园显然也不好受 丈许高的身子 蹬蹬蹬地倒退了数步 才停了下来 两只同龄般的大眼 死死地盯着时目 眼中满是狠利之色 时目站稳身子之后 连忙摆了白手 口中说道 阁下不要误会 我并非你们敌人 你们弥天巨猿一族 已经被天庭之人监视起来了 监视 那头青园听罢 却是咧了咧嘴 露出四根猙獰的獠牙 口中咆哮一声 粗壮的双臂高高举起 猛然朝着地面上砸了下去 第802章 一丘之河 轰隆的一声巨响 时目只觉双耳嗡的一声 身前的大地表面 传来一阵剧烈的动荡 犹如地震一般 其脚下的地面 如蜘蛛网般朝四面八方层层军裂 一块块巨大的土层岩块崩裂而起 直朝它冲击而来 时目面不改色 足间在地上轻轻一点 背后黑白双翼呼的一盏而开 猛的一扇 整个人便腾空而起 眨眼间出现在半空之中 就在这时 山林之中又是一阵骚动 之前据点中的那几人 也都纷纷窜了出来 抬起头朝时目望去 那古蛮族人大汉 一巴掌拍断身边的一棵大树 怒目看向那名弥天巨猿族人 问道 白石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满多 要不是我一路前行过来 你们连自己 被跟踪监视了都不知道 那名弥天巨猿 却是咧嘴呵呵一笑 用嘲讽的语气说道 等收拾了那小子 再来跟你们两个蠢货算账 满都听罢 冲着那两名紫袍中年人 低声喝道 那两人一听此话 面色顿时变得煞白 满眼都是恐惧之色 哼 原来你们早已经是一丘之和了 石木凌空而立 冷笑着说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满都寒声问道 取你们性命的人 石木一语说罢 手腕一翻 便取出了如意冰铁棍 只见其黑白霜一呼的一盏 身子骤然俯冲而下 手中长棍一提 就朝满都的头上砸去 此刻林间众人之中 以此人实力境界最高 乃是一名圣洁中期强者 而那叫白石的弥天巨猿族人 则是圣洁初期修为 至于剩下的其他几人 则只是天位舞者 不自量力 满都口中怒喝一声 身上叨叨奇特符文接连亮起 身形突然拔高一倍 其粗壮的双臂之上 浮现出一层角质 变得如同膝脚一般坚硬 身上皮肤由古铜色转为青色 看起来就如同犀牛皮一样 坚韧无比 砰的一声闷响 满都双臂横举而上 硬生生架住了石木的冰铁棍 不过 他似乎低估了石木这一棍的力量 被棍身压得身子一颤 蹬地的双脚都陷入了泥土中 眼中闪过一丝惊骇之色 石木对于满都的力量 及防御能力早有所预料 一击之后 他便立即抽身后退 向后掠去 只隐隐觉得手掌有些发麻 那两名紫袍中年人 自知先前犯错 此时急于将功补过 一见石木后退 立即从后方包围了过去 两人手中各勤兵器 自石木身后左右两侧 交替弓了上来 找死 石木冷哼一声 手中如意冰铁棍骤然朝前一挥 身子却猛地向下一沉 避开了两人的攻击 只见如意冰铁棍 如同黎朝倦鸟一般 闪着金光在空中打了一个旋 又倒飞了回来 朝着那两名紫袍中年人身上打去 这一击倦鸟之反 着实出乎那两人意料 仓促之际 其还来不及防守 便被冰铁棍打了个阵阵 以石木如今的实力 即便不用天机棍翘 这一棍之威 又岂是天位舞者可以承受 只听砰砰两道闷响过后 半空中立即爆开了两团血花 眼见两名紫袍中年人 被石木一击杀死 满都顿时暴怒不已 双拳猛地一转 就朝石木冲了过来 都别愣着了 这人族来历不明 实力却极为强悍 大家群起公知 尽快解决了他 以绝后患 那名面色阴沉的蓝山青年 开口叫道 众人听罢 立即围了上来 身上纷纷亮起各色光芒 换出各自兵器法宝 朝石木这边袭来 与此同时 那名为白石的弥天巨猿 也是一声咆哮 双臂一阵 朝石木打了过来 一时间 灵光狂闪 虚空俱阵 石木刚从满都身前退开 青园的巨拳 就已经砸了过来 他对其身负的巨大力量 先前早已体会过 自然不会再与之强斗 见其一拳打来 背后黑白双翼猛的一股 身子一个模糊 骤然从其拳头下方穿了过去 白石见状 身子一扭 刚想朝石木追去 就感到手臂上传来一阵锐痛 同时一阵无力感袭来 其连忙垂头望去 就见到一柄宽大的血色残剑 已经将他的手臂刺了个通透 原来 石木在从其手臂下穿过的一瞬间 就已经换出了身外化身 石木化身一身魔气 修为却已是圣接中期 其双手紧握血色残剑 猛的一旋 便将白石的一根手臂 催枯拉朽般展落了下来 哦 我要杀了你 白石口中发出一声凄厉咆哮 身上光芒大作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 从其身上荡笛而出 静止将石木分身逼开杖许 紧接着 白石身上的青色毛发 突然如钢针般根根竖起 浑身肌肉也开始飞速暴涨起来 一根根紫色的血管也接连凸起 很快 体型就长大到了百丈之高 其紧剩得一只臂膀 锯犬紧握 朝着石木分身当头砸了下来 整片山林都为之一阵 一阵刚风吹起 激起大片碎石烟尘 另一边 石木刚从白石这边穿出 满兜立即就迎了上来 其双拳之上 泛起阵阵刺目轻盲 化为无数密密麻麻的拳影 迎面砸向石木 石木这次却是一步未退 目中金光一闪 静止冲了上去 只见其身上金光一闪 九龙索金甲附体而出 浑身皮肤上同时转为土黄之色 层层厚重的石甲也包绕而上 与满兜轰然对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大碰撞声响起 森林上空立即炸开一道巨大气旋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石木的身影从半空中倒飞回来 落到了地面上 其还未站稳 破空声急促响起 就见右侧一道红灵 左侧一柄飞剑同时朝它袭了过来 石木眉头微挑 手中长棍猛地朝左侧一颗 便将那柄飞剑打了回去 未等其收回长棍 那道红灵就已经死死地缠上了他的腰 只见红灵另一端的那名少妇 口中发出一声娇斥 单手在红灵上一点 红灵表面上顿时亮起到道赤红符纹 石木只觉得 腰盘一阵炽热之感袭来 紧接着就听到呼的一声 那红灵上竟然烧起了熊熊火焰 随着火焰蔓延 石木整个人都很快被火蛇吞没了进去 哼 我还当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 看来也不过 那妖娆美妇的话音未落 其就感到手上红灵上忽然传来一阵凌冽寒意 紧接着 一层白色冰晶忽然从石木那端快速蔓延而至 静止将红灵上的火焰和那名美妇一同冻结了进去 化为了一尊冰雕 石木一步迈上前 手中如一冰铁棍在其身上轻轻一敲 那名美妇所化冰雕便立即哗啦啦碎裂了开来 连缘神都未及拖出 便生死当场 据点中剩余的几人见状 纷纷面露大惊之色 开始与石木保持距离 只敢不断袭扰 却再也不敢上前 另一边 石木的化身与白石的战斗 却已经接近了尾声 白石虽然体型巨大 体魄肉身强悍 但毕竟只是圣洁初期 根本难抵石木化身的密集攻击 在血色残健的不断进攻下 已经遍体鳞伤了 差不多 也该收拾你了 石木口中轻笑一声 喃喃自语了一句道 说吧 其背后双翼猛一扇动 整个人便如同离弦之剑 朝着满兜抱舌而去 满兜见状 却是不惧反省 之前石木一直对他多有避让 让他无法中拳相击 总感觉像是在打棉花一般 十分不爽 此刻石木迎面送了上来 简直是正合他意 其身上阵阵清光亮起 一圈圈强烈的灵力波动 不断从周身激发而出 其猛地向后撤开一步 成功不知是将右拳收在了腰尽 只见其右拳表面 阵阵清光盘旋 一道圆盘形的清光盾牌 将其整个拳头都紧密覆盖住 这一幕石木早已看在眼中 却是浑然不惧 其一手紧握长棍 另一只手按着天机棍翘 猛然冲了上来 呵 满兜眼中凶光大涨 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收在妖际的拳头 猛然朝前冲击而出 只听嗡的一声巨响 一道巨大的清光 立即从其拳端冲击而出 透过那面盾牌 化作了一头百丈高的清光巨蜥 朝着石木撞击而来 石木双眼微眯 枪狼一声抽出如意冰铁棍 朝着清光巨蜥暴击而去 只见冰铁棍上爆发出 一阵灿烂无比的金色光芒 瞬间就将清光巨蜥吞没了进去 轰隆隆 一阵阵撤天穷的巨大轰鸣之声响起 石木如意冰铁棍上的金光 顿时炸裂开来 裹挟着同样裂成 无数碎片的滚滚清光 朝着四面八方急射而去 山林之中 立即爆发出一道道威力无比的进风 将周围十丈范围内的树木 全都炸成了粉碎 就在这时 山林中又响起一声愤怒咆哮 满兜身上的清光闪动 符文再度一亮 体型再度一变 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头身披轻甲的巨蜥 双眼血红地朝石木冲撞了过来 第803章 巨猿族大长老 石木健壮 面色丝毫不变 大步向前跨出 手中如意冰铁棍 如枪一挺 骤然朝前捅出 只见其周身黑白光芒大作 双臂变得金光异异 如潮水般涌入冰铁棍顶端 将整根冰铁棍包裹其中 嗡的一声 冰铁棍端顿时亮起一道 灿烂无比的金色光芒 只将整片山林都映照得银白无比 那闪亮到了极点的金光 就如同燃烧起来了一般 耀眼地让人无法直视 然而 从那几乎燃烧起来的金芒中 却感受不到任何温度 所能感受到的 只有一道道 几乎能将天地元气斩断的 风锐灰光 那阑山青年 用手掩在自己的双眼上 口中惊叫道 满兜大人 小心 但为时已晚 那头巨大无比的青甲巨蜥 已经带着强悍无比的气势 用其额头肩不可摧的膝脚 撞击在了如意冰铁棍顶端 那道金光之上 没有预料当中的巨大声响 也没有疯狂涌动的天地元气 甚至没有碰撞所带来的 丝毫破坏痕迹 拭目与满兜 就像只是擦身而过一般 打了一个照面 就各自冲了过去 就在众人惊讶不已的时候 山林中突然响起 扑的一声轻响 化身巨型犀牛的 满兜巨大无比的身躯上 忽然浮现出了一道道 如同细线般的金色裂纹 紧接着 那些裂纹之下 开始渗出道道血盲 他那微额无比的躯体 碎裂成了无数块 像倒塌的乌墙一般 坍塌成了一堆 就连他的神魂 也都破碎了个干净 玄公六转大城之后 石木将一身风锐金光静 朔脸于一点 才创出了这一世 此番第一次用于对战 便大获成功 石木单手一扬 将长棍收回身侧 重新放入天机棍桥中 而后 他的脸颊稍稍一偏 目光朝周围剩下的几人看去 就见那些人的脸色 已经变得如同土色 难看之极 哦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阵 淒厉无比的吼叫之声 只见数百道血色剑影 正密密麻麻地 从白石巨大的身躯中 来回穿射 将他的身子切割得支离破碎 片刻之后 道道血色剑影 重归一处 化为那柄血色残剑 落回了石木分身的手中 而白石则和满兜一样 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据点中剩余的几名天位舞者 此刻早已被吓得胆战心惊 战意全无的正欲逃走 却被石木分身身形如垫地 追了上去 尽数杀死 看着一地的碎尸 石木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他挥手一招 身外化身立即飞了回来 融入了他的体内 隔了一会儿 财尔也忽扇着翅膀 从半空中飞了下来 落在了石木的肩膀上 石头 自从俺回到你身边以后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 财尔一边拍着马屁 还不忘夸赞一下自己 石木听罢 抬起手就赏了他一个暴力 口中说道 是谁刚才说 打不过了提前说一声 自己好跑路来着 痛痛痛 你个石头 下手就不能轻点 财尔连声叫道 从这里的情况来看 此处应该不是 天庭监视 弥天巨猿一族的 唯一据点 我们还是 先去之前那个山谷 见见白猿老祖的族人吧 石木目光四下一扫 略意沉吟道 不错 此地不宜久留 否则那些家伙的救兵来了 可要糟糕 财尔应了一声 石木刚打算动身 就听到周围森林之中 响起震震呼喊之声 地面也传来震震震战之感 就在这时 树林间隙中投下的阳光 忽然一暗 紧接着 七道巨大身影从远处跳跃而至 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如同数块巨大无比的岩石 砸在了石木周围 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烟尘四起 石木目光一扫 发现突然出现的七人中 有六个正式之前守卫在那山谷之中的弥天巨猿 而为首的 却是一头毛发雪亮的白猿 这雪毛白猿身高不过三丈 比周围几个巨猿 甚至还矮上一些 不过其身上气息却远超其他巨猿 今已经达到了圣街中气 其身上穿着一副银色铠甲 身后披着一张红色披风 显得十分威猛 猴 雪毛白猿口中发出一声狂吼 暗金色的双目上露出几分阴质之色 目光寒冷地瞪视着石木 一字一顿地开口问道 是你 杀了白石 彩儿望着白猿脸颊上 那道从左额一直贯穿到右嘴角上的狭长伤痕 在感受到对方传出的气势 不禁对其产生了一丝畏惧之感 附在石木耳边小声说道 石头 这猴子看起来好凶啊 不错 却是我所杀 不过 石木目光一闪 正色说道 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赶到身前一阵炙热卷来 一道巨大的火焰拳影 已经朝着他的脸颊砸了过来 石木心中一领 向后撤开一步 抬起右拳向前打去 一道白光包裹的拳影 立即浮现出 带着滚滚寒意 与那火焰拳影 轰然对撞在了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一吃一摆两道拳影 同时溃散开来 消失在了空气中 石木抬起头 目光与雪茅白源对视在了一起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说道 九转玄弓 一语说罢 雪茅白源脸上的阴质之色 变得更加深重 庞大的身躯向前挪动几分 身上亮起了 风锐无比的金色光芒 住手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石木见状 立即大声喝止道 雪茅白源听了此话 倒似乎冷静了几分 开口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白源老祖的传人 石木朗声说道 几个弥天巨猿听罢 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人还忍不住嘲讽道 区区一介人族 竟敢妄称是老祖传人 真是太可笑了 雪茅白源反倒没有笑 身上的光芒 却又重新亮了起来 石木对此早有预料 手掌一番 举出一块巴掌大小的棕色令牌 朝中原一扬 周围几个弥天巨猿 原本还在忍不住发出吃笑 可当看到真面令牌的一瞬间 笑声戛然而止 森林里变得寂静一片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 石木开口说道 非但屠戮我族人 妄称老祖传人 还敢伪造老祖亲令 简直罪无可赦 雪茅白源口中怒喝道 阁下一上来 便不分青红皂白 还血口喷人 这便是你们 弥天巨猿一族的处事知道吗 石木听罢 沉声道 此人来历是在可疑 又出手杀了白石 我看他多半都是天庭的走狗 你们几个和我一起 将其就地处决 雪茅白源立声道 周围几名巨猿见状 显得很是为难 其中一个棕色毛发的巨猿 开口说道 白红 此人手持令牌上 的确有我们弥天巨猿一族的气息 我看我们还是等大长老来了 再做决定 白源转头向说话的巨猿望去 低声问道 白刚 你通知大长老了 我 实则所在 那名棕猿虽然对白源颇为畏惧 但还是如此说道 怎么 清除敌寇这种小事 也要惊动大长老吗 你们不动手 那就我一个人来 雪茅白源喊声说道 说吧 其身上光芒一亮 身上毛发倒数 肌肉剧烈膨胀 体型立即飞速暴涨起来 伴随着其体型的长大 其身上的气息 竟然也变得愈加强大起来 眨眼间化为一头 足有两百余丈高的弥天巨猿 将附近的山林树木压倒一片 周围几名巨猿见状 面色一变 纷纷闪身退到了一旁 白红俱拳一握 如泰山压顶一般 朝着石木头顶砸了下来 助手 就在这时 树林中突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 白红听到这个声音 身子不由的一致 犹豫了片刻之后 终于还是满眼不甘地收回了拳头 其体型也很快回缩到了原来模样 石木寻着声音望去 就见一个身高不足丈许的苍老清源 手组着一根紫红色的原木拐杖 看起来有些颤颤巍巍地 从密林中走了出来 石木注意到 这苍老清源原本应该颇为高大 只是由于太过苍老 身体过于沟楼 才显得比其他巨猿低矮得多 其两根极长的白色眉毛 从双眼上低垂而下 几乎已经搭拉到了地上 萧瘦的身子外 罩着一件宽大的纸红色长袍 一直拖在地上 步伐缓慢地 朝着石木这边走了过来 在其身后 树林身穿古朴战甲 气息宏大的巨猿族战士 全都神色恭敬地 跟随他缓步走着 没有一人逾越到老袁的身前 石头 这老猴子看起来年纪很大了 感觉好像随时都会死掉了一样 彩儿附在石木耳边 小声嘀咕起来道 老夫年纪大了 耳朵可还好使得很了 彩儿话未说完 苍老清源倾咳一声 扬声说道 彩儿听罢 吓了一跳 立即闭上了嘴巴 石木见状 立即快步走了上去 冲老袁说道 晚辈石木 拜见大长老 那苍老清源眉毛抬起 露出一双深邃的暗金色眼睛 目光平静地从石木身上扫过 石木倒也没有丝毫回避 双臂垂于身侧 目光与对方直视 现场变得寂静一片 周围包括白红在内的所有人 没人说话 只是白红目光 不时从石木和苍老清源身上扫过 将信物给我 半赏 苍老清源默然开口道 第804章 隐居之处 石木闻言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将那面棕色令牌取出 呈给了大长老 大长老看到棕色令牌之时 原本有些昏沉的双目 微微亮了一下 枯瘦的手臂从衣袍中探出 接过令牌 放在手心里 仔细地抹撒了起来 半赏之后 他微微点了点头 才重新将令牌递给了石木 又问道 你既是老祖传人 又为何要杀我弥天巨猿族人 大长老有所不知 此人和天庭之人勾结 暗中监视弥天巨猿的动静 被我识破后 此人连和天庭之人向我下杀手 我毕于无奈 只好动手杀了他 石木说道 我看是白石发现了 你们这些天庭走狗的据点 你们为了不暴露自己 才将他杀死的吧 白红眼中满是阴狠之色 开口说道 哼 其实要证明我的清白 再简单不过了 白石刚死没多久 他的神魂还未完全溃散 大长老完全可以通过 搜魂来辨明是非 石木说道 哼 搜魂 你将他的尸身砍得七零八落 神魂都已经破成了碎片 还怎么搜魂 白红冷笑着说道 石木闻言不由一致 自己的身外化身将白石杀得太过干净 这一点他倒是没预料到 无妨 大长老苍老的声音在林间响起 气额头处一道清光忽然亮起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灵力波动 从中传递了出来 两道长眉也在这股力量的冲荡下 飘飞而起 随着这道清光蔓延而出 白石散落在地的碎尸中 亮起点点光芒 闪动了片刻后便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大长老额头处清光逐渐脸去 两道白眉也随即落了下来 怎么样 大长老您发现了什么 白红问道 白石的确已经背离了本族 做了天庭的鹰犬 只是 大长老说道 只是什么 白红又问道 只是他的神魂已经破碎不堪 老夫也仅仅只能看到很少一部分内容 所幸的是 能够证明石道有所言非虚 大长老顿了顿后 说道 哼 白红目光不善地瞪了石木一眼 有些不甘心地冷哼一声 多谢 石木没有理会白红 冲大长老攻身失礼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请阁下详细说明一下 大长老看向石木的神情温和了一些 开口问道 是这样的 石木将自己从迷洋新域而来 寻找弥天巨猿一族 之后到了乌朝星 发现弥天巨猿一族的外出采买人员 随后跟在其后面发声之事都说了一遍 没有隐瞒 后面 这位白红老兄出现 没有多问 便直接向我下杀手 然后阁下便出来 一切就是这样 石木手一摊 说道 大长老站在原地 神情漠然 不过眼神闪烁不定 显然在考虑什么 白红微一犹豫 没有出声打扰 眼神冰冷地瞪了石木一眼 石木见此 心中猎松 知道大长老多半已经相信了他 面对白红的冷眼 非一旦没有恼怒 反而对其咧嘴一笑 还眨了眨眼睛 白红大怒 本欲发作 就听大长老开口说道 既然误会已经澄清 石道友又带着白红老祖信物而来 那么就请随老夫一同返回族地吧 故所愿也 石木立即说道 片刻后 石木跟随着白红族人 从山谷石壁处 进入了弥天巨猿一族 如今所隐居的秘境之中 秘境入口处 是一片绵延无际的茂密森林 林中 遍布着百丈高的青涩古墓 一床床原木搭旧的高大房屋 便掩映在这清脆的森林中 石木举目望去 就见森林另一头 还分布着一片绵延山脉 不少山峰上 还有道道瀑布飞流而下 远远地反射着荧光 刚一进入森林中 彩儿便忍不住飞下石木的尖头 在半空中扑扔着翅膀开口叫道 石头 这里的天地元气 简直太浓郁了 别胡闹 石木眉头微皱 低声呵斥道 大长老依旧主着 墓障在最前方缓慢地走着 所有人默默跟在后面 敢问大长老 为何这秘境内外天地元气差距如此之大 石木也有些疑惑地问道 天庭内我弥天巨猿一族之星 万年不死 老族陨落之后 为了躲避天庭鹰犬探查 我等族众在开辟此处秘境之时 将十之八九的天地元气 全都截流 聚集到了秘境之中 大长老说道 听到这里 石木便已经明白了过来 将天地元气截流之后 这星球上资源必定变得十分匮乏 环境也会变得日渐险恶 此等环境自然不会引起天庭之人的注意 从而能够极大程度上 掩盖弥天巨猿一族的踪迹 大长老带着石木朝着秘境内一座山峰飞去 山峰附近坐落了一座灰红大殿 非常高大 足有数十丈好 通体深青色 顶部呈现出尖锥状 造型非常特异 乍一看 仿佛一个巨大青色头颅一般 石道友 请 大长老手一身 随即当先走进大殿 里面黑漆漆地光线暗淡 从外面看去 大殿入口就像一个黑色大嘴 石头 小心 俺看里面有古怪 别掉进陷阱 采儿声音在石木心中响起 提醒道 石木面色平淡 微微一笑 丝毫也不担心的样子 迈不跟了进去 大长老看到石木平静的神情 眉毛微扬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不过很快便隐去 去 请二长老和三长老过来 他转身对身后的白红吩咐道 那个白红答应一声 冷冷地看了石木一眼 转身朝着外面飞去 接下来的时间 大长老和石木分别坐下 随意地闲聊起来 大长老询问了一些 石木迷洋心欲的情况 石木倒也没有隐瞒 如实说了 听闻青蓝盛的覆灭 大长老脸色微微一变 变得凝重了几分 大长老 外面古蛮族之人 虽然被我杀了 但是天庭之人 肯定早已得知 弥天巨猿一族隐居于此 大长老还是做些准备的好 石木说道 天庭势力何其庞大 这里既然已经暴露 我们还能怎么办 难道再换一个地方居住 即便真的换一个住处 如此大规模的迁移 也不可能逃过天庭的监察 不如就在此 一意待劳 也好有个屏障 大长老摇了摇头 苦笑一声道 石木眼神一闪 没有插话 这是弥天巨猿一族的事情 他不好说什么 就在此刻 大殿之外两道顿光飞射而来 一闪现出两个身影 首当其冲的 是一只金色老猿 身体有些勾楼 脸上有些皱纹 金色眉毛垂到了脸上 不过一双眼睛灵动之极 看起来比大长老要好上很多 还没有那种 垂垂老麦的感觉 另一只 则是个红色毛发的中年猿猴 身着赤色战甲 全身肌肉鼓起 给人一种雄壮的感觉 石木眼睛微闪 这两人也都是神境大能 应该是神境初期存在 大长老 听说白宫族常传人出现 在哪里 那金色老猿一走进大殿 立刻抓耳挠腮 心急火燎地喊了出来 下一刻 金色老猿目光一转 落在石木身上 是不是这小子 人足小子 惊影一闪 金色老猿身影一花 下一刻出现在了石木身前 速度快得惊人 石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眉梢随即一条 这金色老猿口中的白宫 应该指的就是白原老祖 想不到老祖本名叫白宫 红色中年猿猴 眼睛也看向石木 上下打量 目光冷淡得很 走到大殿内坐了下来 二长老 伤暗勿躁 你先坐下吧 大长老对那金色老猿说道 金色老猿脸上焦急 大长老对其使了个眼色 金色老猿这才点了点头 坐了下来 石木 这两位是本族的二长老白藏 和三长老白坯 这位是石木 从迷阳心域而来 自称乃是白原老祖的传人 大长老简单介绍了一番道 迷阳心域 不错 当年组长便是在 迷阳心域学到的九转悬功 石小子 你是怎么得到他老人家传承的 还不快快到来 金毛老猿白藏一正 随即急切地点了点头 看着石木问道 那红毛猿猴白坯也看了过去 目光炯炯 事情是这样的 石木倒也没有隐瞒 将自己如何得到白原传承 以及找到其曾经败逝的 青蓝圣地之事 述说了一番 当然 其中涉及自己隐私之事 便含糊而过了 随后 白藏和白坯 还详细询问了 有关白原老祖之事的一些细节 石木其实对于白原老祖 但年银河会战死并不清楚 但却通过梦境 将一些战斗过程记了下来 此刻便也说了出来 至于自己是怎么知道的 自然全推给了青蓝圣主身上 毕竟此人曾是白原老祖的师尊 白藏文言 身体一震 眼中浮现出无尽哀伤之色 整个人看起来 似乎一下子老了不少 白坯和大肠老身体 也是一阵 都叹了口气 族长天纵英才 在弥扬星域学成九转玄弓归来 实力一举突破神境中期 达到炼须层次 并且被昆仑的宝花圣祖召为战将 带领我们弥天巨猿一族达到巅峰 成为荒谷八族之首 怎奈于天庭决战之时 族长失踪 我们心中都还抱着一丝希望 族长只是受伤闭关 可惜 白藏叹息地说道 眼中微见水光 第805章 三长老的质疑 石某既然得到了白原老祖的传承 他的大仇 石木神色肃然地说道 清算 真是大言不惨 你不过区区圣街初期修为 怕是连我们几个老家伙都对付不了 又有何一仗向天庭讨债 而且 你自己说是族长传人 便就是真的吗 谁知道 你是不是个冒充的 白皮糊地冷冷开口道 三长老 你此话何意 石木道有身上带着的族长气息 做不得假 你肯定也能感应到 你怎可如此说话 白藏眉头一挑 怒喝道 一点气息又能说明什么 这人不过是个人族 白宫族长 可是我迷天巨猿一族的骄傲 当年即便真的深远 岂会找一个人族来当他的传人 白皮冷笑道 白藏脸上怒涩更盛 豁然站了起来 石木并没有因为那白皮的态度愤怒 冷静地看着争吵的二人 心中暗暗摇头 他虽然今日第一次来到这里 却隐隐察觉到 迷天巨猿一族并不起心 高层间便如此 倒是让他有些失望 白皮长老看起来 似乎很怀疑石某是个冒充之人 他呼地开口说道 没错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族长的传人 有何凭证 白皮看向石木 直接说道 石木淡淡一笑 手中金光一闪 翻天棍浮现出 散发出无尽的威能 与此同时 他身上光滑一闪 九龙锁金甲也浮现出来 大殿中的三人脸色大变 包括大长老在内 都豁然站了起来 不知这两个东西 能不能当凭证 石木说道 翻天棍 锁金甲 白皮眼中浮现出无尽火热 不过只是一闪即逝 这是族长的宝棍和宝甲 石道友拥有这两样宝物 自然是族长的传人 白藏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立刻说道 他随即目光一速 走到石木身前 躬身行了一礼 弥天巨猿长老白藏 见过族长 石木脸色一变 有些慌乱地站了起来 浮起了白藏的身体 二长老这是何意 石某虽然是老祖传人 但是怎么感受您这般大理 石木道友有所不知 当年族长失踪前 便曾留下口训 称若其遭遇不测 若干年后 必将有人持其信物归来 此后 本族的族长之位便一直空缺 我们三人商议后约定 将终身信守族长一训 奉族长传人为族长 石道友既然带回了族长的传承 自然便是我们一天巨猿一族的族长 白藏说道 荒谬 此人不过是得到了族长的翻天棍 和锁金甲而已 能说明什么 族长的这两件法宝 说不定是他从哪里头来抢来的 也说不定 便如此轻信于他 哼 你的这个把戏 可瞒不过我 白皮冷冷说道 白皮 你这分明是强词夺脸 石木还没说话 白藏已经怒吼了起来 强词夺脸 我看 是你白藏长老自说自话吧 族长既然已经身孕 那他的这两件法宝 自然也跟着遗落 无论哪个人 只要运气 好自然能够得到 难道我们要奉一个 捡到宝物的无能之人当组长 白皮撇了撇嘴巴 说道 白藏文言一致 又转手看了看石木 白皮此言也有些道理 石木不管怎么说 只是个圣洁初期 这修为着实有些弱了 哦 白皮长老似乎对石某意见不小 石木眼睛眯了起来 心中暗怒 这个白皮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针对于他 似乎别有什么拘心 意见 自然是有一些的 马上将族长的翻天棍 和锁金甲放下 立刻离开 我还可以不追究 你冒充的罪责 否则的话吗 白皮冷笑道 眼睛看着翻天棍 闪过一丝贪婪 白皮 你此话何意 白藏怒道 何意 自然是让这个人族 将族长的法宝留下 这两件法宝本就是 属于我们一天巨猿一族的 岂能落在他这个人族手中 白皮说道 说了半天 原来是基于这两件法宝 好 想要的话 尽管来拿 石木脸上露出讥讽笑容 单手一伸 将翻天棍横在身前 这可是你说的 白皮脸上露出一丝大喜 身形一晃 出现在石木前身 手上红光大圣 凝聚成一只布满红色长毛的手掌 朝着翻天棍抓去 白皮 你大胆 白藏大怒 身上浮现出刺目金光 二长老 先等一下 一只手掌从旁边伸来 拉住了他 却是一直在旁沉默不语的大长老 可是 白藏急到 此人若是连白藏也对付不了 又如何领导我们弥天巨猿一族 更别说为组长报仇了 大长老淡淡说道 白藏眼神一闪 停下了手 石木冷哼一声 手臂一挥 翻天棍散发出大片金色霞光 一股汹涌威压扩散开来 他没有使出任何花俏的招式 手臂简简单单往前一伸 刺向赤色元首 白藏大喜 手中掐绝 红色元首掌心鸿芒闪烁 凝聚成一个红色漩涡 红色大手附近的空间 近阶扭曲 如同漩涡一般 同时那些扭曲的漩涡空间 还隐隐有丝丝红色烟雾营绕 这是他的一门秘书 擅长收取各种法宝 红色巨手一个模糊之下 朝前飞速探出 一把抓住了翻天棍 白藏大喜 正要施展秘书 收掉翻天棍 一股可怖的力量 从翻天棍轰然涌出 仿佛火山猛然喷发 打在红色大手上 轰 一声巨大闷响 红色大手一下碎裂开来 翻天棍丝毫不停 继续朝着白皮刺去 所过之处 虚空寸寸碎裂 气势如虹 白皮心中一领 单手一抬 手掌上红光一闪 多出一个红色拳套 吃拉一刀到红色闪电 在拳套上浮现出 他的手掌立刻长大了数倍 和翻天棍撞在了一起 喷一声巨响 白皮身体大震 往后震退 手掌上传出一阵碎裂之声 那红色拳套上 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随即喷的一声 碎裂开来 白皮闷哼一声 嘴角流出一道血丝 神情间充满不可置信和忌惮 石木也往后退了两步 不过立刻便站稳了身体 神情丝毫不变 仍然保持着淡笑 不服气可以再来 他淡淡说道 白皮眼中怒火大盛 手中红光一亮 一根火红色长棍浮现出 便要再次飞扑而出 好了 够了 人影一闪 大长老的身影出现在二人 沉声喝道 大长老 白皮皱眉 冷哼一声 冰冷地看了石木一眼 收起了手中红色长棍 石木眼神一闪 也翻手收起了翻天棍 和九龙锁金甲 你们不用担心 这位石木是不是组长传人 我也有法子可以确认 你们也不要再争论了 大长老缓缓说道 白皮 白藏二人闻言一惊 有办法确认 什么办法 白藏问道 大长老看向石木 开口道 石木倒有 能否请你 将刚刚那个棕色令牌 再拿出来 石木一震 点了点头 翻手取出那个棕色令牌 铁园令 白皮二人看到棕色令牌 脸上露出无比震惊的神情 同时还有狂喜 石木将二人神情看在眼中 眉头皱起 既然铁园令在他身上 确实可以用那个方法来确认 白藏很快收起神情 点头说道 白皮脸色有些阴沉 哼了一声 不过没有出言反驳 石木看向大长老 面露垂寻之意 石木道有 你有所不知 你的这块令排名为铁园令 乃是家族当年随身携带之物 而且此物还是开启族长以前留下的一个宝藏的钥匙 大长老说道 石木身体一震 立刻想到了白源的第三个宝藏 正在白源的家乡 恐怕就是大长老口中所说的这个宝藏 就算如此 如何证明我的白源老祖的传人 就算打开了宝藏 这位白皮长老恐怕 又要提出其他意义了 说这令牌 也是我捡到的 他说道 这个不会 铁园令牌乃是族长亲手炼制之物 上面有族长亲自设下了禁止 只有他本人 或是他认可之人才能驱动 大长老说道 石木文言点了点头 不过心中却是泛起一丝紧张 这令牌不是白源老祖给他 而是莲花童子交给他的 他能否驱动还真不好说 既如此 我们这边过去吧 大长老当先走出大殿 朝着秘境深处飞去 白皮二人飞身跟上 石木也跟在了后面 片刻之后 四人在一处黑色山峰附近落下 大长老飞到一处光滑山壁附近 挥手打出一道法诀 没入山壁中 山壁上立刻浮现出一层黑光 上面还有无数符文 组成了一个封印法阵 大长老两手挥舞 一道道法诀飞射而出 没入黑光之中 黑光顿时闪烁起来 不过迅速消退 最后完全溃散 咔咔 山壁想起一阵闷想 然后裂开一个入口 走吧 大长老说着 当先走了进去 白藏朝石木点了点头 同样跟了进去 石木正要迈不跟上 那走在最后面的 白皮乎的一闪身 拦在了前方 开口道 石木 前面是我弥天巨猿一族的境地 你进去也就算了 你的这头灵虫可不能进 石木眉头一皱 彩儿大怒 正要喝骂 却被石木制止 彩儿 你就在外面等我好了 石木说道 同时通过心神传音 说了几句什么 你彩爷还不稀罕呢 彩儿瞪了白皮一眼 震翅飞去 朝着附近的山林飞去 第806章 另一个字解 目送彩儿离去后 石木转过身 对着白皮问道 三长老 不知这样是否可以了 走吧 白皮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转过了身子 走入山壁入口 石木随着三人 走进了山壁入口 里面是一条通道 不过并不长 很快来到一处地下空间 此处很是宽敞 有二三十丈 中央是一个离地颇高的祭坛 祭坛之上 耸立了一块黑色石碑 上面黑光闪烁 隐约能看到一个黑色漩涡 缓缓转动 散发出阵阵强大无比的波动 这石碑 就是宝藏入口 四人来到祭坛之上 石木看着黑色石碑 开口问道 没错 石木倒有 请吧 大长老抬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说道 石木翻手取出棕色令牌 心中暗暗呼了一口气 缓步走上前去 同时心念一动 将真气注入铁园令中 蹭的一声 令牌表面灵纹一圈圈亮起 通体散发出淡淡光芒 从他手中悬浮了起来 眼见此景 石木心中稍稍一松 大长老等人健壮 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不过神情却是各异 大长老 白藏二人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白皮脸色一沉 暗暗握拳 石木控制着令牌 继续缓缓靠近石碑 随着令牌的靠近 石碑上的黑光呼得 剧烈闪烁起来 就在石木来到石碑前 距离不过丈许的时候 一道黑光 从那个黑色漩涡中飞出 打在令牌上 呼的一声 棕色令牌光芒大盛 一下笼罩住了石木 一闪没入了黑色漩涡中 瞬间消失 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石木身影消失 大长老三人才反应过来 可恶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进去了 和上次组长开启是不一样啊 白皮大喝道 双手法掘一催 整个人化为一道红光 朝着黑色漩涡飞去 黑色漩涡黑光一闪 砰的一声 红光溃散 白皮的身体 被直挺挺地震飞了出来 摔在了树杖之外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不用试了 没有铁园令牌 我们谁也不可能进入里面的 大长老没有看白皮 口中淡淡说道 难道就任由那个石木一个人进去 万一他将里面的宝物 全部收走了怎么办 白皮站了起来 情急之下 也不再顾及大长老 大声喝道 这个宝藏 原本就是组长 为他的继承人所留 石木现在既能得到铁园令的认可 已经说明 他是白公族掌选中的人 里面的东西 归他所有 也是理所应当 大长老在原地盘膝坐下 缓缓闭上双目 说道 白皮文言 脸上 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怒哼了一声 双手抱胸地站到了一旁 白藏看到白皮难看的脸色 咧了咧嘴 似乎颇有几分高兴 目光随即看向石碑 露出阴阴期待 与此同时 石木身体被一股巨大力量笼罩 根本无法挣脱 他只觉一阵天晕地转 周遭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 似乎在一瞬间 失去了对身体的操控 就在其心中有些着急之时 身体默得一轻 被抛飞了出去 接着眼前一亮 出现在一个空旷大殿之中 此刻的他 再次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深吸了口气 连忙沉下心来 目光四下屈寻 这座大殿颇为广阔红尾 周围一根根金色柱子耸立而起 正前方是一个通往外面的大门 不知为何 这座看似宏伟的宫殿之中 到处充斥着荒凉的感觉 墙壁 地面上都有荒废的痕迹 石木收回目光 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这个地方 给他的感觉 和当初的昆明废墟有些相似 不过没有昆仑那般残破 却充斥着一种 历经苍茫岁月的古老气息 石木略意沉吟 麦奇不止 在大殿之内缓缓走了起来 边走边看 同时放出了神石 如其所料 此处对神石限制不小 只能堪堪理体石鱼杖的样子 他如是在这座大殿内走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 在原地愁出了片刻后 便干脆走出了大殿 朝着远处走去 大殿外面 是一片连绵的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似乎是某个人以前的居所 石木目光闪烁 又在门口站了片刻 此处 是白原的藏宝之地 看似风平浪静 但定然不简单 将周围的情况打量了一遍后 他小心地在各处寻找了一番 结果却仍旧是一无所获 这里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宫殿建筑而已 除了一些花草 一个活物也没有 怎么会这样 他眉头紧皱 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在此时 他心中一动 哗哗哗 一阵流水撞击的声音 隐隐从远处传来 石木身形一晃 飞到半空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很快恍如 原来是宫殿不远处的一处山峰上 一道巨大银色瀑布 从天而降 这片宫殿附近是连绵的山脉 有一条瀑布也没有什么 他脸上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正要飞身落下 继续寻找到宝藏所在 脸色忽得一变 抬头看向那道瀑布 就在方才 瀑布中似有一道微弱的金色光芒 一闪而逝 若非他眼力极好 几乎不可能察觉到 难道是这里 石木心中大喜 连忙朝着瀑布飞去 转眼间到了瀑布之前 透过瀑布垂落而下的湍急水墓 隐约能看到 后面有一个山洞入口 里面闪烁着点点金色光芒 石木暗纳住心中的兴奋 身形一动 朝着瀑布内飞去 不过就在他碰到瀑布的瞬间 哗啦一声 瀑布之水呼地倒卷而起 化为一只巨大无比的大手 朝着石木拍了过来 一股巨大风压轰然而至 石木只觉这一瞬间 呼吸都有些压抑 心中不由一礼 不过他本就是胆大心细的性格 加之来到这里后 就一直小心翼翼 没有丝毫放松 他身上蓝光骤然间一闪 立刻停住了身体 接着右手五指握拳 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 大片灰光从他身上飞出 凝聚成一个巨大灰蒙蒙拳影 和流水大手撞在一起 轰隆隆一声巨响传出 流水大手轰然溃散 石木也被一股巨力震得退了几步 离开了瀑布 瀑布之上泛起一阵水光 隐隐闪烁 哗啦一声轻响 瀑布的流水一动 一个人影浮下出 从瀑布里走了出来 石木脸色一变 这人一身蓝袍 身材高大 面容坚毅 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 果然是藏宝之地 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石木惊讶之后 嘴角反而上扬 露出一丝笑意 白猿的宝藏 定然在瀑布后面的山洞中 他嘀喝一声 手中黑光一闪 如一冰铁棍浮下出 朝着蓝袍 石木飞射而去 如一冰铁棍一个模糊 幻化成密密麻麻的一片棍影 从不同方向 朝着蓝袍石木打去 薄焦翻江 蓝袍石木手一抬 手中也多出一根黑色长棍 赫然也是一根如一冰铁棍 他手臂一动 密密麻麻的棍影浮下出 竟然也是一招薄焦翻江 与石木施展的一般无二 砰砰砰 一连串的闷响传出 棍影相撞 虚空中爆发出一连串爆裂声 震得虚空狂颤 棍影也随之双双消散开来 石木身体一震 往后被震退了几步 脸上金色一闪 这一招试探 双方无论力道 速度 招式 都是一模一样 蓝袍石木也往后退了几步 不过立刻稳住身体 如一冰铁棍横在身前 哈哈 有意思啊 需要战胜自己吗 石木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一指 他大喝一声 全身金光大胜 体表浮现出无数金色鳞片 瞬间完成图腾变身 如一冰铁棍上 也散发出道道金光 从上往下轰击而出 苍鹰盖顶 蓝袍石木身上 也是金光一闪 瞬间全身覆盖了一层金色鳞片 变成和石木一模一样的状态 他手中的如一冰铁棍 同样金光大放 由下往上挑去 砰的一声巨响 两只长棍相撞 发出一声巨响 石木身体再次倒飞而回 一圈汹涌的金光海巢般 朝着周围扩散而去 波及到了瀑布 瀑布立刻泛起一层淡淡的水光 将金光荡开 图腾变身也能模仿 他神情露出惊讶之色 背后黑白光芒一闪 凝聚成一对黑白双翼 微微一扇 身体立刻化为一道模糊幻影 飞扑而出 那蓝袍石木背后光芒一闪 也同样浮现出一对黑白双翼 身体立刻也模糊起来 两道模糊身影 在半空不断相撞在一起 发出一连串的巨响 一道道金色棍影碎片流光四处蹦射 山峰附近的群山稍有触及 便被割裂的遍体鳞伤 轰然崩塌 地面也随之裂开 被打出一个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一时间 天地灵气剧烈波动 掀起阵阵飓风 席卷目光所能及的一切 石木越打越是暗暗心惊 自己所施展的一切招式 对方都能一模一样地模仿出来 威能也是一般无二 在一次剧烈碰撞之后 石木身体大震 倒飞而出 心念一动地稳住了身形 蓝袍石木也同样停在了不远处的虚空中 第807章 老祖在线 石木微微喘息 看着不远处的蓝袍自己 神情开始凝重起来 一连串的交手让他明白 眼前这个 自己拥有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力量 武技 武器 连战斗习惯也一样 他有种狗咬刺猬 无从下口的感觉 不仅如此 战斗到现在 他已经有些疲累 但是那蓝袍石木真气 似乎无穷无尽 根本没有疲累的迹象 So 蓝衣石木背后黑白双翼一展 身形顿时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石木身后 手中如意冰铁棍金光大胜 一棍轰然挥出 如意冰铁棍散发出刺目金光 轰隆隆一声巨响 无数金色兽影从金光中涌现 汇聚成一股气势汹汹的兽巢洪流 朝着石木袭来 百兽镇皇 虚空剧烈颤抖 兽巢的冲击下 几乎立刻碎裂 一股苍莽俱力锁定了石木 周围的虚空也开始塌陷 组成一个囚龙 让他无法逃离 石木脸色一变 心中不由苦笑一声 百兽镇皇这个绝招 平日里 他都是用来对付敌人 没想到今日 自己也吃了这一招 说起来 自己还真是第一次 直面自己这一招的锋芒 这个念头在其心中一闪即逝 他身上金光一闪 锋利无比的金之力 从他身上飞出 一下将深周的苍莽巨力撕碎 他背后黑白双翼光芒大放 瞬间变大了数倍 无数黑白符文出现在翅膀上 上下流转不停 黑白双翼光芒一闪 石木的身影 从原地消失无踪 金色兽朝洪流打了个空 石木刚刚站立的虚空 被打出一个巨大窟窿 天地灵气 仿佛翻开的水 剧烈激荡 蓝袍石木施 斩出百兽镇皇 全身气息顿时一泻 就在此刻 他身后虚空一闪 石木的身影浮下而出 手中长棍脱手而出 犹如一头出山的猛虎 呼啸而下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虚空中爆发出一团刺目金光 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此起彼伏 交替闪现 蓝袍石木化为一道蓝色身影 向后方倒势而出 齐静四用手中长棍 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挡下了这一招 石木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心念一动 便要召唤出翻天棍 给上处于半空中的蓝袍石木 致命一击 这个情况下 他有八成把握能够得手 不过下一刻 他脸色一变 灵海中的翻天棍 对于他的召唤 没有分毫反应 不单是翻天棍 九龙所金甲 不知怎么也无法召唤出来 石木动作因为惊讶迟缓了一下 蓝袍石木立刻抓住这点空挡 稳住了身体 蓝袍石木身后 黑白双翼也一闪长大了数倍 微微一扇 整个人化为一道蓝线 在空间缝隙中穿梭而过 骤然反扑到石木身前 金色长棍横扫而来 一声巨响 石木心中一领 手中的如意冰铁棍横在身前 挡住了这一击 下一刻 两人背后黑白双翼同时移动 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 化为两道幻影 再次交织在了一起 坑坑坑 两人都施展出了黑白双翼的最快速度 一叠声的金铁交击暴鸣之声响彻开来 密集地仿佛暴雨雨点 石木全身金光狂闪不止 手中如意冰铁棍挥舞成一个车轮 顶天立地 风扫落叶 立阵八方 翻天覆地 这些通天十八棍的各种绝招 连番施展 狂风暴雨般击下 甚至百兽阵皇 天地无极这两个绝招 他也施展了数次 无法动用翻天棍和九龙所金甲 他便只能凭借其他手段 击败眼前的自己 如意冰铁棍飞舞之间 画出一条条轨迹 构成一副富玄傲的图画 此刻和另一个自己激烈交战 就仿佛透过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 前所未有的 将自己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石木的心 渐渐沉浸到了一个莫名的空灵境界 忘记了此刻正在激烈战斗 平生所学的武道功法 全部呈现了出来 风驰十三式刀法 碎石拳 七杀棍法 通天十八棍 灭仙棍法 甚至还有其他 自己见识过的很多武道 一一清晰无比地 从他心中流淌而过 不停地走马观花式地变换着 随念生而起 随念灭而息 石木感受着这些武道功法蕴含的真意 体内真气运转 发生了些许奇妙的变化 散发出的气息也波动了起来 他忽而散发出 风驰十三刀 灵力迅疾 下一刻又一变 化为碎石拳法的刚猛 随即又是一变 散发出七杀棍法的滔天杀意 各种武道争议在他心中 隐隐汇聚到了一处 荣于一如 这种状态可谓玄之又玄 无法言喻 却又妙不可言 但是石木此刻 在战斗 神游物外之下 心神似有些松弛 气机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破绽 蓝袍石木眼睛一亮 手中金色长棍一点出 仿佛毒蛇土性一般 准确无比刺如了石木气息破绽之处 石木悚然而惊 一下清醒了过来 不过那长棍已经到了身前三尺 他大喝一声 手臂一挥 如一冰铁棍污的一声 朝着刺来的长棍挡去 可惜 他已经慢了太多 赶不上了 石木心中大急 不过就在此刻 如一冰铁棍呼的一闪 化为一道模糊的幻影 划过一个诡异的弧度 仿佛瞬移一般出现在身前 坑的一声巨响 蓝袍石木的长棍被一下挡开 石木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不过身体早已本能地倒势而出 飞出了石余战外 蓝袍石木眼中也露出一丝惊异 不过他立刻紧追地飞扑而至 手中金色长棍变幻 一事通天十八棍的绝招 力拔山河猛然轰下 石木看着飞扑而来的蓝袍石木 眉头呼得一皱 这一招力拔山河 他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不过此刻看来 竟然有些陌生 他手中如一冰铁棍挥洒 划过一道玄妙的痕迹 同样一招力拔山河 赢了上去 这一招力拔山河 没有丝毫霸气 反而给人一种软绵绵 慢吞吞的感觉 一声闷响 蓝袍石木身体倒飞而出 身上蓝袍碎裂 胸口有上一道明显的棍痕 他中了一棍 石木此刻却没有追击 反而闭上了双眼 站在原地 通天十八棍的棍法招式 从他心中 一一走马光花式地流淌而过 不过已经反扑归真 对于这套棍法的领悟 前所未有的清晰 蓝袍石木也没有趁机进攻 身上蓝光闪烁 胸口的伤痕 飞快恢复原状 哈哈 原来如此 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十八棍 几个呼吸之后 石木呼得睁开眼睛 扬天发出大笑 人影一闪 蓝袍石木再次飞扑而至 手中长棍挥下 石木脸上露出一丝淡然笑容 其右手五指一紧 手臂一抬 手中如一冰铁棍挥舞而起 破空声大作 一朝朝通天十八棍行云流水般施展开来 和以前狂暴凶猛的威势全然不同 但是扑天盖地的棍意 却强大了十倍不止 蓝袍石木手中长棍挥舞 一道道棍影在深周出现 威势凌厉之极 不过这一切此刻看上去 却突然变成绚丽无用的花架子 在石木面前 突然变得破绽摆出 身上布石中棍 身上逐渐浮现出一道道裂缝 道道蓝光透出 石木手臂一圈 如一冰铁棍一个模糊 再次穿透了蓝袍 石木的防御 落在了他的胸口 砰的一声 蓝袍石木身体大震 动作猛然停了下来 身上的裂缝 飞快朝全身蔓延扩大 紧接着 扑的一声 其身体犹如琉璃一般 轰然爆裂开来 化为点点璀璨的金芒 四下飘散开来 石木胸口微微起伏 轻忽了一口气后 再次看向那个瀑布 瀑布上的水光闪烁了几下 也随之消散开来 石木脸上一洗 纵身飞入了瀑布中 这次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顺利进入了瀑布 瀑布之后 是一个丈许来高的山洞路口 里面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石木定了定神后 脉步走了进去 山洞内面积不大 只有方圆四五丈 空荡荡的 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中间位置摆放了一个石台 上面是一个持续大小的金色箱子 表面散发出阵阵金光 石木目光灼灼地看着那金色箱子 脸上露出一丝激动 脉步走了过去 就在此刻 前方虚空波动一起 借着一个身穿金甲的白色猿猴 渐渐浮现出 白猿胸利的五官 却给人一种温和质感 静静打量着石木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白猿老祖 石木停下脚步 看着眼前的白猿 脸色一变 惊呼出口 不过下一刻 他便发现 眼前的白猿并非实体 而是一个半透明的虚影 没错 我正是白宫 不过你如今见到的 不过是我一丝残魂而已 白猿老祖开口说道 弟子石木 拜见老祖 石木眼神一动 躬身行了一个大礼 这一礼 他是心甘情愿 若非白猿老祖的那一滴精血 他现在可能还是 凡俗世界偏僻异于的 一介寻常武徒 中此一生 怕是连自己所在的星球 都无法走出 第808章 四长老 不必多礼了 恭喜你通过了这一道考核 白猿老祖说道 第一道考核 石木站直身体 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你能够战胜自己 并且将武道真意 荣于一炉 虽然只是个人族 但确实是武道天才 我没有选错人 白猿老祖赞许地说道 多谢老祖夸奖 石木心中暗喜 你既能通过考验 这本 大饭盘武真经 便算是你的奖励 白猿老祖一挥手 石台上的金色箱子 呼得打开 一本古朴的书册 从里面飞出 落到了石木身前 石木连忙抓住 那金色箱子 啪的一声再次和尚 他眼神一闪 金色箱子 虽然只是开启了一瞬 不过他 还是看到了 里面还有好几样 其他东西 宝光四射 不用看了 里面 确实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不过现在时机不对 但时机到了 还有其他考验等着你 白猿老祖说道 不知这所谓时机 是什么 石木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虽得我传承 但毕竟尚未觉醒天兽血脉 且身上血脉不纯 白猿老祖说道 石木闻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没有合适的修炼功法 导致修为停滞不前 这本 大饭盘五真经 是我当年主修的功法 很适合你 好好参悟 尽快提升修为 方有对抗天庭的一线可能 白猿老祖说道 石木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你怎么知道 我这么多事情 我自有法子 白猿老祖淡淡一笑 石木心中念头翻滚 想起刚刚翻天棍 和九龙锁金甲的异样 难道 你的九转悬崩修炼的不错 已经到了第六层大城 不过继续往后修炼 需要谨记平衡二字 白猿说道 平衡 石木闻言一正 好了 你进来的时间也够长了 还是快些出去 等你修成天兽血脉 可以再来一趟这里 接受第二道考验 到时候 有别的东西奖励给你 不等石木再说什么 白猿老祖说着 一挥手 石木只觉眼前一花 身不由己地飞了起来 与此同时 那个地下石室中 大长老三人还站在此处 石木进入石碑 已经超过一个时辰 大长老和白藏老神在在 静静等待 但是白皮脸上明显露出焦急之色 有些烦躁地来回走动着 就在此刻 原本平静下来的黑色石碑 骤然间光芒大放 那黑色漩涡 猛烈旋转起来 在场三人见状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里 神色各异 嗖的一声 一道身影从中一闪而出 落在地上 光芒脸去 露出了石木的身形 大长老三人看到石木出现 连忙走了过来 石木道友 你能动用铁园令牌 是组长的传人无疑 刚刚我等多有冒犯 还请阁下误怪 大长老目光 上下打亮了一眼石木 当先说道 无妨 几位星系全族安危 也是行事小心 不必放在心上 石木说道 大长老 既然已经证明 石木道友是组长传人 按照约定 我等便奉石木为组长吧 白藏走到石木身旁 看向其他二人 说道 大长老闻言 脸上却露出一丝迟疑 二长老 此事还是先等一等 有件事需要确认一下 白皮开口 石木道友 你已经进了石碑秘境之地 不知在里面有何收获 可有将组长信物带回 白皮目光灼灼地看着石木 问道 石木一正 组长信物 不错 当年白宫组长反抗天亭之前 为了以防万一 将组长信物 放在了此处的石碑秘境之地 石木道 有计获得组长传承 得到铁园令 得以进入秘境 应该有所发现吧 大长老眼神一闪 开口说道 石木沉吟了一下 还是将里面的情形 和三人大致说了一下 听闻白元老祖 残魂在秘境之内 脸上多露出激动之色 可惜我实力不济 只通过了第一道考验 白元老祖只赏赐我一套功法 并未将组长信物赐予 应该还在里面 石木如此说道 阁下既然没有带回 组长信物 便尚未真正得到 组长的认可 组长之位 还是慢慢商榷吧 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选出一个 有能之人担当 白皮眼神一松 说道 当年我等约定之时 可没有说 必须拿到组长信物 才可担任组长之位 三长老 你多番阻扰 无非就是基于组长之位 可你平素所作所为 组长又有多少人 心服于你 白藏脸上一急 冷笑道 你 白皮勃然变色 豁然踏前一步 放肆 在石木道友面前 这般样子 成何体统 大长老脸色一沉 手中拐杖狠狠一顿地面 整个时事都猛烈晃动了一下 轰轰作响 白藏二人脸色微变 心中震荡 退了下去 让石木道友见笑了 大长老转身 看向石木 说道 石木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二长老 三长老此言也有些道理 石木道友虽是组长传人 但是他没能拿回组长信武 我等即便奉其为主 族中恐怕也有人不服 大长老略一沉吟 说道 白藏神情变幻 一顿族 走到了一旁 石木道友 你虽不是弥天巨猿一族 但毕竟身为组长传人 若是无事 不如留在我们这里 暂且担任我族四长老之位 也好熟悉一下本族情况 等道友日后 得到了组长信武 我等便拥立道友 担任组长之位 如何 大长老看向石木 问道 石木沉默了一下 点头道 也好 族长之位 他一点也不稀罕 不过此处天地灵气浓郁 是修炼的好地方 他正好趁机参悟那本 大饭盘武真经 白皮眉头一皱 不过没有说什么 那太好了 我这边让人 给你安排住处 大长老脸上 露出一丝喜色 四人接下来没有在此多待 很快离开了此处时事 一刻钟后 一处翠绿山峰附近 三道顿光 从远处飞射而来 一闪之下 现出三个人影 是石木和两个 弥天巨猿族人 才而此刻 已再次飞回到了石木尖头 腮帮子鼓鼓地 似有些不悦 两名族人指着 不远处的一座清脆山峰 对石木拱手说道 四长老 给您安排的住所 在四坨峰上 我们这就带您过去 石木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有劳两位了 请随我们来 那两名巨猿 挥手换出一艘 宽大的方形飞舟 一起乘了上去 飞入了半空中 石木也立即 取出龙羽飞车 跟了上去 石头 刚才那红毛猴子 对你也太不客气了 再怎么说 咱也是白元老祖的 正统传人 居然那么无礼 真是气死俺了 采尔多当道 无妨 二长老不是认可我了吗 石木说道 那金毛猴子 倒是蛮顺眼的 还有那个长眉毛的老猴子 也还不错 给了你个四长老的位置 应该能分到 不少临时宝物吧 采尔说起此事 眼中就开始冒出光芒 你这笨货 一天到晚竟想着这些 他们给我的 这个四长老名分 不过是个虚弦 并没有什么实权 自然也不会受到 多少重视 你就别想太多了 石木笑着说道 啊 采尔听到此话 顿时泄了气 跌坐在了石木肩头 飞行了片刻之后 石木便随着 前方的两名巨猿 朝着四驼风山腰处落了下去 落入山腰处的一片 清脆树林中后 石木一行人 又沿着青石铺就的 宽大山道 朝着树林深处走了一会儿 在穿过一片凤尾松林后 便来到了他的洞府前 那是一幢独立的红色建筑 足有数十丈高 仅靠在山体前方 石木走到建筑前方 推开殿门 朝内望了望 只见里面空荡荡的 没有多少陈设 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偏逝 而后侧则有一道殿门 辛苦二位了 若无他事 二位便回去吧 石木转过身 对那两名巨猿族人说道 那两人听了 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其中毛发偏黄的巨猿 开口说道 我二人奉大长老之命 侍奉四长老 自当立誓左右 随时听后四长老吩咐 石木听罢 沉引了片刻 开口说道 也好 我如今刚来此地 对于此地情况 还不太熟悉 对了 不知二位如何称呼 那两人听到此话 颇有一些意外 显然是没预料到 石木会这么说 其中毛发偏黄的巨猿说道 回离四长老 再下白窑 再下白风 另一只青猿也回答道 白窑 白风 那以后就有老二位了 石木笑着说道 不敢当 两名巨猿族人 立即回道 石木带着彩儿 走进大殿之中 那两名巨猿族人 倒没跟进来 而是反手关上了殿门 立在了门外 在殿内走了一圈后 石木发现 这里除了太过宽大 以至于显得有些空旷以外 并无其他不妥之处 左侧偏垫是会客室 右侧是卧房 里面陈列的日常家具 无异不是特大号 一张椅子 便已经抵得上石木的睡床了 第809章 促膝儿谈 在卧室里略一停留后 石木便回到了大殿 推开了大殿后墙上的木门 又朝殿后走去 大殿后方是一处庭院 里面种满了清脆的山竹 而在山竹掩映的后方 则有一间十分宽敞的石洞密室 走进密室内 石木关上石门后 在洞妹的石床边缘坐了下来 石头 俺怎么觉得 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四长老 反而是当个囚徒对待呢 外面那两个猴子怎么看 都像是来监视咱们呢 彩儿有些不悦地说道 弥天巨猿一族这么多年来 隐世不出 就是不希望被天庭找到 陷入危险之境 如今我出来此地 对于他们而言 毕竟仍算个外人 他们谨慎一些 也是情有可原 石木说道 石头 俺似乎已经看到未来 一段时间里的悲惨生活了 彩儿神情哀怨地说道 石木闻言 不由哑然一笑 两人正说话间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白窑的声音 启禀四长老 白藏长老来访 咦 是金毛猴子来了 彩儿有些意外地说道 快请 石木目光一闪 口中回道 说吧 他便带着彩儿走出密室 开门将二长老迎了进来 刚一进来 白藏长老便呵呵一笑 开口问道 石木 来到这里 可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石木微微一愣 心头却是微微一热 白藏长老这样直呼他的姓名 而不是称他实道友 或者别的什么 倒是显得多了几分亲切 可见这位白藏长老是 真的认可他 没有将他当外人 多谢白藏长老关心 石木并无什么不是 石木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彩儿却是颇为不满地抱怨起来 要是外面不处着两根尖是俺们的柱子 那就舒适多了 彩儿 不得无礼 石木低喝道 哈哈 你的这只鹦鹉灵宠倒是直爽性子 不过 白摇白风都是大长老的人 虽然不属于我们这一派 但也不是白皮那丝的人 你大可不必太过担心 白藏哈哈一笑道 你们一派 白藏长老 这是何意 难不成弥天巨猿一族中 还有派系之分 石木疑惑道 不瞒你说 派系之分的确是有 族中与我同心 想要联合八荒古族 和众多星域 不属于天庭的势力 反攻于天庭 为白宫族长 和那些死去族中 报仇血恨的族人 称为鹰派 而白皮之鼠则认为 此时我弥天巨猿一族 尚未恢复战力 不宜与天庭正面冲突 想要继续引誓于外 休养生息 待实力壮大之后 再向天庭复仇 是鸽派 白藏说道 其实 白皮长老所言 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石木目光微闪 不置可否地说道 嘿嘿 他那一番说辞 不过是自说自话 自欺欺人罢了 想要休养生息 壮大实力 天庭岂会丢我们时间 近千年来 天庭何曾放弃过 对我的追踪 况且 我们已经休养了近乎千年 又恢复了几分实力 与千年前白宫族长领导之时 相差实在太远了 白藏说道 石木闻言 没有说话 不仅如此 由于我族久未出世 不与外界沟通 现在迷阳 地阴 甚至天河星域 我弥天巨猿一族的威名 早已遗落千丈 近百年 更是已没有多少人在意了 白藏说道这里 面上神情颇为萧索 石木眉头微醋 橙色片刻 抬起头问道 不知鹰派和鸽派之间 谁的实力更强大一些 石木问道 白藏听罢 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两派实力相当 八洞之中 有三位洞主意见与我一致 另有三位与白皮一致 八洞 何谓八洞 石木有些不解地问道 石道友来此不久 不知道也正常 其实我弥天巨猿一族中 自长老之下 还有八位洞主 统帅八部原族 白藏简单解释道 哦 那还有两位洞主呢 他们属于哪一派 石木问道 他们二人与大长老意见一致 极不主张即可反攻 也不认为应该继续饮世 属于中立派 而这一派虽看似只有两洞 但在人数中 却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白藏答道 哦 原来如此 不知是何缘故 导致如今的局面 石木眉头微醋地问道 哎 立场不同 近些年来 相继有当年追随过 白宫族长的族中亡故 而这些人则 全部都是鹰派 所以我们这一派的实力 是一直在减弱的 追随白匹纳斯的 大多是这一战后 来成长起来的后辈 对先前族中所经历的 那场巨变感受并不深刻 他们又是遭逢动乱 而后又重归安定 已经逐渐习惯于安逸的生活 忘记了天庭带给族人的 耻辱和仇恨 殊不知 忘记历史 就等于背叛 白藏面色有些黯然地说道 或许是接受了 白元老祖传承的缘故 我曾梦回当年白元老祖 带领众园进行的那场敖战 亲身目睹了过 众多元族前辈们 奋勇杀敌的场面 至今仍记得 那四元元族战将的 无畏身姿 石木连想到当年那一幕 由衷说道 哦 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快跟我讲讲 白藏闻言 面露惊讶之色 连忙问道 我记得 石木点了点头 说道 接下来半课钟里 石木仔细将他在梦中 所见到的 星海中的那段场景 讲述给了白藏听 结果 这白藏直听的 面露激动之色 双拳握紧 听罢 白藏一声叹息道 白皮内丝 当年的确还有几分血性 可惜如今 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不知白藏长老此话何意 石木不解问道 当年白宫族长之下 曾有五位神经大将 你在梦中见到的 便是其中四位 为首的那青园 便是大长老白浦 黑园名为白驴 白园名为白夺 分别是当时的 二长老和三长老 而那红园便是白披了 白藏解释道 原来如此 石木听罢 恍然大悟 当年 我是族中的四长老 奉白宫族长之命 转移族中重宝 和族中后辈 并未直接参与最后的决战 后来也只知道 族长和白驴白夺两位长老战死 至于具体战况 白浦和白皮两人都不愿提及 我所知道的并不详尽 白藏神色有些黯然地说道 石木听罢 心中有些感慨 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所幸上苍眷顾 白宫在天有灵 让你来到了我们巨猿一族 我想 有了白宫传人在 自然会有越来越多族人投入鹰派 反攻天庭报仇雪恨 也就指日可待了 白藏眼中亮起一丝光芒 肃然道 天庭所作所为 早已人神共愤 打上天庭 朱沙万仙早已成为石木毕生夙愿 石木朗生说道 好 好一个打上天庭 朱沙万仙 白藏面露喜色 激动说道 白藏长老 石木有一事 不知当问不当问 石木说道 但说无妨 白藏说道 敢问族中现有多少族众 石木问道 白藏沉淫了片刻 开口说道 天兽血脉随得上苍眷顾 远强于寻常血脉 却也有一弊端 便是繁衍不易 当年大战之后 我族损失惨重 逃出至辞者不过万余人 休养生息千余年 人数也不过翻了一倍 如今不到三万 其中鹰派多少人 鸽派又有多少人 石木心中一动 又问道 鹰派鸽派人数相仿 各万人上下 其他几乎皆为中间派 白藏达道 说到这里 石木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便开口问道 敢问白藏长老 先前我所遇到的那名 为白石的族人 属于哪一派 说起此人 倒是颇为特殊 其性情一向孤僻 先与他人来往 从未表示过立场 故而并不属于 这三派中的任何一派 没想到 早已是天庭爪牙 白藏愤然道 石木沉默了片刻 接着问道 那白红又属于哪一派 说起白红 白藏脸上倒露出一丝喜色 白红乃是后辈族 中不出世的天才 其天赋之强 已经超过白批 乃士族中当之无愧的 后辈第一人 此外 他已将九转玄弓 修之六转大成 在你来之前 他私下里 一直被认为是白宫的传人 而所幸的是 他也是我鹰派中的一员 石木听罢 漠然点了点头 石头 怪不得那家伙 一上来就跟你杠上了 还当怎么回事呢 彩儿恍然大悟地说道 白红那小子 脾气是不怎么好 不过确定 你是白宫传人之后 他也必定全心侍奉于你 白藏笑着说道 接下去的时间里 石木又向对方 问了不少问题 白藏对石木 白原老祖传人的身份 早已打心底认可 对石木自视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两人想谈甚欢 白藏直至傍晚才离去 临走时 还不忘嘱咐石木 有事的话 随时可以去找自己 送走白藏之后 石木没有再回密室 而是来到了卧房 在床上盘膝而坐 陷入了沉思 彩儿一连叫了 他好几声 才把他从沉思中叫醒了过来 石头 你在想啥呢 怎么连俺都不搭理了 彩儿抱怨着说道 第八百一十章 盘武神区 也不知道 钟秀是否真的 就在天凤族之中 石木轻叹了口气 说道 哟 石头想媳妇了 彩儿双翅一盏 从石木尖头飞了起来 笑道 石木抬起头瞪了他一眼 说道 以前不知道秀儿的踪迹 倒还没什么 现在已经有了线索 我自是恨不得 能立马去找他了 那咱就去天凤一族看看呗 俺正觉得这破地方 待着不舒坦呢 彩儿文言眼睛一亮 立即说道 赵简寻公修为本就高出我一见 弥天巨猿一族 如今又内忧外患 我又怎能不管不顾 就此离去 况且 天凤族拒此可不尽 我若要前去 最好能寻个何事理由 石木如此说道 这么一说 倒也有道理 不过我觉得 钟姐姐应该就在天凤族内 等你办好这边的事情 俺再和你一起 去找便是了 彩儿宽慰道 暂时也只能如此了 石木点了点头说道 数日之后 洞府密室中 什么 石头 你又要闭关 彩儿一脸不情愿地说道 不错 我修为已停留在圣街初七已久 如今记得到了白元老祖当年的功法 自然要好好参悟一下 怎么了 石木盘西坐在密室石床中央 道 也没什么 俺就是觉得这是人家地盘 咱们在这里猴生地不熟的 你闭关会不会不太安全 彩儿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好歹挂着个四长老的虚弦 三长老虽对我颇有微词 但让他们明面上也不敢对我做什么 至于暗地里 他们若不怕死 就尽管来 石木闻言 笑了笑道 可是 石头你一闭关 俺可怎么办呀 俺不得憋死在这里了 彩儿无奈说道 哼 又没说非要你待在这里 我另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 石木说道 哦 什么事情 彩儿问道 在我修炼之时 你帮我打探一下 火属性和水属性 两种本源之物的下落 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石木沉吟片刻后 认真说道 哦 这事啊 俺知道了 没这些东西 你没法继续修炼吗 彩儿听罢 点了点头道 九转玄弓进入第七转 便已经要开始为之后的九转做准备了 所以 即便有了本源之物 和合适的环境 接下来的每一转修炼 也都会变得愈加困难 石木若有所思地说道 看来 石斗你这段时日 又有新的感悟了 彩儿问道 之前在秘境中 白元老祖的残魂 曾有一点波 我当时并未想明白 但这几日静下心来 却越发觉得 其言语中蕴含的深意 石木点了点头道 哦 是什么 说来听听 彩儿有些好奇地说道 九转玄弓的修炼 本就是层层递进 步步为营的过程 只有将之前体内的其他属性 进行融汇凝炼 以使得各个属性 在我体内达到平衡状态 方才能进入下一转的修炼 而随着体内属性的增多 要保持这种平衡状态 就越难 石木说道 事实上 石木只在前三转的修炼中 做到了阴阳平衡 毕竟第三转的修炼 从一定意义上 便是阴阳之力的平衡之道 而在后面修炼中 为了尽快提升修为 他的每一转 都只是将之前属性勉强融合 并未达到真正的平衡 以至于如今他体内精 木 土三种属性 已渐渐有些难以驾驭之感了 若不是秘境中 白云藏魂的友谊体点 他怕是还不会想到这一点上 先前素生真人也曾说过 玄弓九转大成之际 各个心域所有修炼 九转玄弓之人的一身修为 皆会流入大成之人体内 那情形与万流入海 并无太大差别 故而 修炼之人 必须要有极强的血脉和体魄 方能承受 而据我修炼玄弓所获之心得来看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便是要达到体内阴阳五行的平衡 石木继续解释道 平衡便意味着稳固 俺还是不明白 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采尔投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石木思考了一会儿 解释道 举个例子吧 就好比你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想要将它装起来 就必须用最坚固的剑桥 你这么一说 俺就明白了 就是说 想要吃最多的零食 就必须俺这样的胃口和肚子 对吧 采尔恍然大悟道 石木听罢 不由笑出声来 口中说道 你这笨货 那赵检不是已经七转大成了 石木你说得这么难 岂不是完全无法追上他了 采尔担忧道 也不至于那么悲观 我说了 这是挑战 也是机遇 赵检虽然已经修完了第七转 但四属性平衡可不容易 恐怕得花不少时间 至于第八转 花费时间恐怕更长 九转则更不用说了 所以 虽然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我还有机会 石木目光微闪 说道 石头 听你这么一说 俺咋觉得 俺肩上的担子那么重啊 你说时间不多 那最多 还有多少时间 采尔问道 以赵检的资质 以及天庭 对于其的支持力度来看 我估计不出十年 他便能够将这四种属性 完全融合 以他背后的天庭 所掌握的资源 恐怕早已经为其备好了 第八转修炼所需的 水属性本源之物 若是我要与其 同时开始修炼 第八转的话 就必须在十年内 完成第七转的修炼 石目略意沉吟 如此说道 十年 还好还好 要是几个月 俺可就急死了 采尔说道 另外 在我闭关期间 打探外界消息的事情 就都只能交给你来办了 石目又嘱咐道 好了 石头 那你就放心吧 俺会尽力的 采尔站在石桌上 用翅膀拍了拍 自己的胸脯说道 水 火属性本源之物 十分珍贵 想要寻觅 恐怕也是疏为不易 你可多向白藏长老 询问一二 或许能够得到 与之相关的消息 石目说道 好 打探消息这种事情 俺还是很在行的 采尔有些自得地说道 石目笑了笑 说道 那倒是 在行程度 仅次于逃跑和贪吃 好了 那你开始闭关吧 俺就走了 采尔挥了挥翅膀 便欲离开 采尔 先别走 我差点忘了 还有件事 要交给你去办 石目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叫住了采尔 什么事 采尔飞回石目跟前 开口问道 石目手腕一翻 一张白色纸张 出现在其手中 这上面记录的 这几样材料 全都记录下来 如果有找到相关消息 也要通知我 石目指着纸张上 七八型黑色小字叮嘱道 昆仑宁金石 天河星沙 落海明金 采尔一字一句 将纸张上的 灵财明目附述出来 最后冲石目点了点头说道 俺都记住了 好 一切小心 石目最后嘱咐道 说吧 石目从手上 取下一枚储物件 戴在了采尔的爪子上 石头 你这是做什么 采尔惊讶问道 里面都是零食 省着点吃 石目叮嘱道 采尔听罢大喜 强忍着口水说道 俺 俺知道了 去吧 采尔走了之后 石目一个人静坐了片刻 而后手掌一翻 其手心之上 立即浮现出一本古朴书册 正是白元老祖残魂 交与他的那本 《大饭盘武真经》 石目一手 年起书册飞夜 就看到书册之上 立即亮起一道金光 从中浮现出了一大片 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字 于自幼时起 便心目自由 好远游 曾便由天河 弥阳 地因三大星域 皆有所得 此 《大饭盘武真经》 乃于自地因星域 一大远古沙阵中 所得之上古秘卷 据传乃是远古时期 亦强大种族 盘武族之秘点 初修时 于不觉其过人之处 而后渐入佳境 方知 岂有鬼神莫测之能 献特将其传于你 定要勤勉休息 尽早达成化神之境 这是白元老祖留下的 石目不由自主地 跟着书页上浮现出的文字 默念了一遍 而后这些金色小字 便如烟一般消散开来 紧接着 书册那一夜 便燃起金色火焰 很快消失了 天地无极 宇宙洪荒 凡圣入神 演化盘武神区 大范盘武真经 篇目极长 且以古传字体书写 内容晦涩难懂 光是总刚石目 便看了大半个时辰 每当他记下一页文字 该页上的文字便会消失 连同那一页纸张 一起在金色火焰中 化为灰烬 不过最后 石目总算弄明白了 这大范盘武真经纸 在通过修炼演化之术 逐渐提升修饰体魄 使其达到金刚不坏 修罗不破的境地 通过总刚 石目得知 此功法共有三阶九段 每一阶各掌三段 其中第一阶名为超凡 以天位修为为起点 三段修完 可致天位巅峰 其体魄远强寻常修饰 有薛金断玉之能 第二阶名为入圣 三段修成之后 可达圣阶巅峰 出货神魔之体 其体型演化 可大可小 百丈千丈皆随心意 最大者不于千丈 此时其体魄 以非寻常族类 有宜山填海之能 第三阶名为眼魔 其三段各自对应神境 修至此街坊 才算是真正获得神魔之躯 按其描述 神境初期时 修炼者通过感悟天地之道 一举突破千丈智骨 神境中期时 练神化虚 修炼者可衍生一头双臂 神境后期时 修炼者可再生出一头双臂 最终转为三头六臂之盘五神区